这个我觉得也蛮奇怪 我告诉你 中国为什么突然间称赞 我看到我心头一惊啊 我真的吓一跳 改变策略了 就是现在希望你潜见 最好做不出来 那如果做出来了 现在马文君的事情 一揭露以后 我们不但做出来了 我们的武器系统载台都会上去 那中国挡不住了怎么办 好 让你做 为什么 后来说很棒哦 造舰快速 准备充分 技术良好 第一回就造出了 大型的柴火潜见 甚至比日本的潜见 还要好 比日本大经济还要好 为什么他这么好心 为什么这么称赞 他可以拿到资料 他称赞就可以拿到 因为他要跟美国 搜这个资料多难搜啊 他要英国搜这些机密 多难搜啊 如果台湾具备了 美国跟英国潜见的机密 我就渗透中华民国的国军 从你们这一些立法委员 从你们这一些 不孝的军人中间拿到机密 这也是美国最怕的 所以中国也不演了 中国也不演了 既然做出来了 天啊 我就开始想办法渗透 偷你的东西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这里在军中扮过一个人 这个人长得很丑 男生长得很丑 然后笑他没有女朋友 所以他就到酒店 找了一个女生 中国来的 非法打工的酒女 带进来 还带到掩体去 怎么样 我马子够漂亮吧 那个女生一回 一讲话 对啊 我本来就很喜欢他 那个阿兵哥马上回店 这个人好像中国人 这个人马上一查 我一查他是谁 酒店非法到台打工的中国人 这个军官 勒令退伍 不准留在军中 勒令退伍 连退伍金都没有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很严重 越是机密的东西 我们取得了 越是我们可以拿到 这么好的潜见资料 我们又要做保密 所以不管是国会的立委 还是从事潜见研发 或是在上面服役的官兵 记得保密防碟 还是有效的 好的 非常感谢余将军 也的确我们在做海坤号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国外的厂商 也是因为担心 台湾内部泄密的问题 所以常常没有办法给我们最好 最棒的那些设备 这实在是台湾自己要面对的 台湾自己应该要做好 这样子防泄密的事情 台湾对美的军购 结果现在被揭秘 大特价 0.5折 就是5%的价钱就买到 打到骨折啦 对对 打到骨折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好 其实对于武器的忠诚度 跟国家忠诚度 我是始终如一的 我以前在军中考核我的干部 第一个 如果对太太不够忠诚 对国家不会忠诚 所以以前只要是 有这种状况的部署 唯一律不用 但是说你不是说 你不能跟中国的女子谈恋爱 可以明媒正娶 就是这样子 那么对家庭不忠诚 这我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我要强调 另外讲 军购 这是0.5折 不是5折 我看了好多次 然后我也怀疑自己 是不是看错 没有看错 就是5%而已 就是0.5折 你去outlet买过 一折再打一半的吗 对对对 我没有买过 我没有买过 一折再打一半 对 这就是一折再打一半 你到全世界的outlet去买 买得到这种价钱 赶快通知我 我要去买 买不到 这是五角大厦的胡振东 很明白的揭露出来 他说大家不要认为 美国一直在卖贵的武器给台湾 其实每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在送到台湾的国会来 那个实质的报价的时候 都会比实质交易高很多 他也解释了为什么 因为我报给你的价钱 如果很低 可是实际上成交时候变高 那怎么办 还要再送进国会再来一次 所以我会把报价拉高 实质成交的交易会低 那这中间的钱是不是被A走了 不是 在美国有个中华民国军售专户 全部存在里面 这都是军售不会有弊案 所以我们跟军售这么多年 跟美国买东西 没有一件弊案 那这个基隆级潜舰 叫KID潜舰 我告诉大家这有四艘 最早这四艘是做给谁的 是美国跟伊朗前王朝 还很好的时候 是全新的船要做给伊朗这个王朝 后来船还没造好 这个王朝被推翻了 变得跟美国交恶了 所以这四艘KID级的潜舰 就由美军自己来使用 用了多久告诉你 美军没有用多久 1980年下水 不到1985年 它的新的伯克级的 这个所谓的水面界又出来了 所以五年 它只用了五年 它只用五年 那这四艘我告诉你 一折再打一半 0.5折卖给台湾 划算 划算 而且不是卖船 很多人说 没有卖给你船 上面的武器都没有 全套 全配 全配 这不容易 而且是万顿大区 非常大 让台海的安全正规往上提升 厉害 对 这个以前都不能讲 以前都不能讲 现在是因为胡震东先生把他说出来了 所以我也把陆军的爆料一下 我刚到陆军报到的时候 你猜猜一台坦克 一台战车要多少钱 自己猜猜看 一定比保时捷贵 当然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以为四贯老公开玩笑 拜 跟你说 这台一块 一块 一块美金 那有可能 M41 A3 华客猛犬一辆一块 一块美金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那个比零年五折还便宜 还便宜一辆一块美金 那时候在越南打完越战以后 很多的华客猛犬战车 他要运回美国 所以美国就问台湾 你们要不要 你们要的话 一台一块卖你们 我们就派船去把它送 接回来 那等于送的 那等于送的 所以以前都不能讲 现在既然他讲了 我也讲 那时候M41华客猛犬 一台一块 一块 对 所以每一次我们 我们开去演习的时候 你知道吗 每一次那个 旁边的阿嬷都跟我说 哎呀 你们开车车浪费 国号运算 阿嬷一块而已 他都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阿嬷说 对对对 这阿嬷现在 如果你有看节目的话 现在的阿嬷可能一百岁了 如果你可以告诉你 我没有骗你 真的一块而已 这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潜见有没有停 没有停 英国的贸易数据 告诉我们答案了 就是2023第一季 总共有21张 军用标准配备的出口 我告诉你 总值价达3,160万的英镑 大概台币是12.4亿 这里面包含了什么 ML9 就是船只跟相关设备出口的许可证 所以看到没有 IP IP 有没有有给你 所以直播如同没有唬烂 真的有给你 然后这里面这么多的配件 包含什么你知道吗 去年批准给外国的工业 英国的许可证 前十大国家中台湾排名第9 我们拿到了285张 所以各位 马文俊看一下 没有唬烂 英国现在已经不演的时候 告诉你我就给你了 对他不是卖烟草的 对我不是卖烟草 我也不是卖手摇影的 我更不是那种 所谓才成立一年的 英国正式授权 大家可以看 我们要讨计的